9月8日有网友爆料,在福建省的厦门到福州的高速公路上,经现大量的水路两用坦克,全部征用民间力量运输,随后在福州市的街头,也有人拍摄到运输坦克的车辆。 网友感叹,似乎有点硝烟的味道了。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这个台商引起的外贸省份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2022年,福建凭借4.7%的GDP增速与隔壁的江西并列全国首位,总量位居全国第八,福建的人均GDP达到接近2万美元。 从1978年到2019年,福建GDP增长了640倍,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在中国31个省的经济排名前进了15名。 然而,这一光鲜亮丽的成绩,却因为台海关系的热渐紧张,在2023年戛然而止。 根据福建海关的数据,2023年1月8日,福建外贸出口1084亿美元,同比下跌了12.2%, 8月份出口140亿美元,比去年同比下降了8.9%,这一切不仅与外资撤离,全球产业链转移有关,更多的则是受台海关系紧张的影响。 国外的采购商为了避免风险,纷纷将订单转移,导致福建外贸出口的急剧下跌。 其实,回顾福建的经济发展,每一次重大的转折,无不与台海关系息息相关。 在中共建政之初,福建作为战争基地,经济发展被长期搁置。 从1958年开始,中共军队在福建炮轰台湾的金门岛,一直持续到1978年才结束。 在这期间,由于长期缺乏国家级的重大投资,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值得一体的央国企。 福建经济长期处于孱弱不堪的状态。 1980年,福建的人均GDP为348元,大幅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68元。 1979年1月,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一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打破了两岸长达30年的禁锢。 由于福建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份,是中共妄图统一台湾的前沿。 从此,福建成为贯彻落实中共对台政策的重要进行者,率先对台湾提供多种看似优惠和方便的政策。 自1981年起,福建开放四个口岸,为台船停泊点和台胞接待站,开启了两岸贸易和人员往来之先河。 1980年11月,福建台湾首笔小额贸易成交,1981年第一家台资企业在福建落户,从此福建的经济开始起步。 随后,中国政府又密集出台一系列,旨在鼓励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的政策措施。 两岸民间经贸活动也迅速升温。 1989年,福建经中央批准,在马尾、姓林、吉美、海仓设立台商投资区,同时在山东创办对台农业引进饰演区。 1990年为吸引台资企业投资办厂,福建省又发布了对台的特殊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福建的人均GDP达到了2027元,相对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12元,高出了6.0%。 福建经济的真正转机,源于大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达成九二共识,双方关系一步步缓和,军事对抗的氛围逐渐弱化。 福建以此为契机,开放十多个对台小额贸易口岸,并先后在厦门、福州、福安、龙海创办一批有台商参与的农业科技园区。 台资企业随后也大量涌入泉州、厦门等地,并带动当地民营出口经济迅速发展。 仅在五年之后的1997年,福建的人均GDP就达到了8,775元,相对于全国的平均水平6,481元,高出了足足35.4%。 1997年是福建对台合作重要的一年,台商在福建投资由农业、扩给工业和第三产业,台商投资规模逐渐增大, 大中型项目比重上升,投资形势趋于多样化,并呈现出由合资合作企业为主,转向独资为主,投资技术层次明显提高等特点。 至1999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5894家,合同台资金额109.89亿美元,实际导资累计近80亿美元。 从2008年底,台商在福建的投资项目数达到9718项,合同台资203亿美元,实际导资141亿美元。 台湾企业多数以外贸为主,所以台商的注入也带动了福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福建经济的腾飞源于与台湾的关系缓和,以及台商的进驻,战争的阴云逐渐消退,这是最核心的因素。 这个因素决定了福建的经济走势,但是正如在中国所有的外资企业一样,台商在福建的经营也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美中和台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全球供应链掀起去中国化浪潮。 各国客户纷纷要求台湾出口商在中国之外建立替代的供应链,不少台商和外企选择撤离中国,福建也不例外,成为受影响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原来针对台商的各种政策优惠已消失。 此外,在中国经商还面临各种问题,智慧财产权被剽窃,品牌被删债,职工被挖脚, 重要技术机密被迫交出反间谍法治下的人身安全风险等。 第三,则是中国宏观经济正在恶化,而且近年来,中共当局搞的国际民退、经济内循环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 中国经商环境不再具有吸引力。 所以,目前台商从中国大陆撤离是大趋势,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的时代已经结束, 而福建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不仅会受到上述大环境的影响, 更重要的还有台海危机的不断升温,所有这些都会对福建的经济产生冲击。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福建的外贸,福建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 对于出口有着极强的依赖。 举例来说,根据福建统计您建立的数据, 2021年福建全省地方级税收2493亿元, 其中外贸活动带来的税收高达1131亿,占比高达45.4%, 因此外贸的兴衰对福建经济具备决定性的意义。 1997年福建的外贸出口规模102亿美元, 到2021年增长到1674亿美元,增加了整整15倍。 福建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基地就是泉州, 核心的出口产品是各类机电产品和纺织品。 然而到2022年福建的外贸出口就已经出问题了, 根据福建海关发布的数据, 当年度出口额达到1820亿美元, 相对于2021年的1674亿美元,增幅8.8%, 表面上看起来显著高于全国外贸出口, 6.8%的平均增幅,形势一片大好。 这也使得福建省去年GDP增速一码当先。 原因之一是,去年上半年, 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较大, 不断封城,而福建却相对受疫情影响较小, 因此部分海外订单流入福建, 对拉动其经济增长做出一定贡献。 但是福建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泉州, 其统计局发布了另一个口径的数据, 出口交货值,海关的数据口径是报关, 也就是货物在海关进出时申报的数据, 而统计局的数据口径, 由规模以上企业自行填报的出口发货数据。 2022年的出口增幅仅为1.3%, 考虑到大量的生产企业的出口货品, 即使是发货给中间经销商, 再由中间商进行曝光, 因此海关的曝光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统计局的发货数据更为及时和准确。 这事实上意味, 全州的出口在2022年已经丧失增长性了。 这是为什么? 2022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是台海关系的剧烈恶化, 战争的阴云重新笼罩了这片土地。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 大陆方面予以严厉镇压, 并事实上剥夺了香港的自治权。 这件事情令台湾的老百姓极为震惊, 中共一国两制的方针彻底破产, 统一不再是台湾方面的主流民意。 国民党因此在2020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中一败涂地。 台湾由民进党长期执政, 民进党对政权架构和军队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信心也越来越充足, 对大陆的姿态也日益强硬, 两岸关系迅速恶化。 2022年8月, 美政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访台湾, 更是引发外交上的渲染大波, 差一点就擦枪走火。 此后中国大陆政府方面实施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 包括短时间军事封锁海峡, 针对一百余种台湾农产品的报复性禁令等。 从那时候开始, 战争的风险就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2023年之后, 福建的外贸进一步萎缩, 幅度也不断放大, 意味着福建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企业集体陷入了困境, 这必然会反映到企业的利润数据上。 要知道在中国, 外贸才是真正有利润的行业。 根据福建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福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4071亿, 同比2021年的4353亿降幅7%, 超出当时全国工业利润萎缩3.5%的平均水平。 到了2023年, 伴随着福建外贸的剧烈萎缩, 1-5月的工业利润下降到了1067亿, 较2022年同期的1554亿降幅高达31%, 同样也是大幅超出全国同期工业利润萎缩22%的平均水平。 短短一年半时间以来, 福建企业利润直接腰斩, 这种事情对于任何地区来说都根本无法承受, 福建也不会有例外。 伴随着台海局势的日益紧张, 福建经济只能是一路快速崩塌, 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性。 受到影响的还有房地产, 这是福建经济的另外一条支柱。 2022年, 福建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下降23%, 今年1-7月继续下降24%, 一年半时间成功遥斩。 再来看一下福建另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厦门。 在战争的阴云之下, 厦门作为前线城市投资剧烈萎缩, 今年上半年厦门固定资产投资萎缩8.7%, 由此可见, 福建的出口和房地产开发两条经济支柱都被斩断, 福建的财政收入因此剧烈下降。 2021年福建的财政收入达到6726亿的峰值, 当年度卖地收入3343亿, 占其总收入比值为49.7%, 2022年福建的财政收入萎缩到5970亿, 而卖地收入下降到2631亿。 今年上半年, 福建的卖地收入仅799亿, 预计全年的卖地收入低于1500亿, 全年的财政总收入约4700亿, 伴随着战争风险的日益增强, 相信到明年, 福建的财政收入就会下降到4000亿以下。 在这之后, 福建经济将会一泄千里沦落到谷底。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台海局势。 9月10日, 台湾周边海空域再度紧张, 台湾国防部表示, 自早上8时起, 陆续征获中共军机及无人机等各型机 共计17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11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另有4艘共检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 台湾国军运用联合情间针手段严密掌握, 并减派任务机舰及按置飞弹系统试切应处。 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2023年累计征获台海周边共机3157架次, 共建1225艘次, 共机进入台湾空域187天, 1136架次。 9月9日, 美国和加拿大共有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这也是美国和加拿大军舰今年第二次通过台湾海峡。 前一次是在6月3日, 中共军方老调重谈, 谴责这次美加军舰过境, 指责这些船只在海峡实施公开炒作行为。 根据路透社报道, 正在越南河内访问的拜登, 9月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已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并指中国经济动荡, 北京恐已无力入侵台湾,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手忙脚乱。 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登场的G20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缺席了, 这或许是为什么拜登声称其已经手忙脚乱。 不过尽管拜登认为中国恐怕已经没有能力入侵台湾了, 美国及其盟友仍在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 9月8日由印度官员表示, 印度军方正在针对台海战争进行兵推, 如果中共侵略台湾, 印度可能的应对方案。 其兵推的选项之一是, 印度与台海冲突中向美国和盟邦提供后勤及补给基地, 而让援军阵营的舰艇及战机能够进行维护, 以及物资中转与医疗护送之枢纽。 另一个选项即使印度直接投入军事行动, 也就是在印度北部与中国接壤处开启新战场, 以转移中国军方的注意力。 提供消息的官员称, 该项指令是在美方透过了多个场合, 探寻印度有关对于台海冲突的立场和态度之后下达的。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计划于9月11日, 举行一场台海战争的兵器推演, 以提高美国人对在华投资的风险意识。 报道指这次的兵推将考虑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对经济的影响。 知情人士表示, 这些议员们希望听取华尔街高管的看法, 内容涉及美国资本流向中国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以及金融机构如何考虑他们的在华投资和发生政治危机时, 对中国经济的风险敞口。 请不吝点赞口。